宣化上人 我们念佛人众的功德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念佛人众的功德 真是不可思议 心听水现月 亦定天无云 你念到这一种念佛三位的时候 你听这瓜风也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 你听这下雨 也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 你听见一切的声音 都是在那儿念佛呢 所谓水流风动眼磨合 水流的声音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风动的声音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水流风动统统都试念南无阿弥陀佛了 所以苏东坡说 七生尽是广长蛇 山色无非清净身 七水流的声音 都是福的广长蛇像来演说妙法 这个山鸭四鸭 也都是如来的清净法身 这就是得到念佛的三位 我以前写过这么一首祭诵 念佛能念无间断 口念弥陀打成片 杂念不生得三位 往生净土定有盼 终日艳凡所颇苦 才将红尘心念断 求生极乐意念中 放下染念归敬念 这说是念佛能念无间断 你念佛念得无间断 一天到晚 都是念佛的声音 没有停止的时候 口念弥陀打成片 口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 常常这么念 打成一片 杂念不生得三位 你没有其他的妄想咋念 这就得到念佛的定 念佛的这个受用 往生净土定有盼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希望 一定会达到的 终日艳凡所颇苦 一天到晚 就讨厌这个所颇太痛苦了 才将红尘心念断 因为你知道这所颇世界是苦 所以把一切尘世间的快乐都断了 这种念都断了 也没有隐喻心 也没有好好的心 也没有争鸣的心 也没有夺利的心 把这个世界的外源都放下了 看这一切 就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把这红尘心念断 求生极乐意念中 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意念非常的阴重 放下染念归境念 放下这染污的念头 就是得到清静的念了 这首祭送 是说明念佛的这种道理 这八句祭送 虽然听得很浅显 但是你吸完其味 对于念佛法门 是很有帮助的 打福气 天天念佛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种佛的种子 你念一句佛 就种下一个佛种 念十句佛 就种下十个佛种 我们天天念百千万生佛 就种百千万这么多佛的种子 你把这种子种下去 将来一定会发芽的 你也不要管你念佛 是散心念 是定心念 有这么两句话 说得很好 说 清诸头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侵 念佛入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清诸头于浊水 有一种清水珠 往水里移放 浊水不得不侵 无论怎样浑浊的水 也都会清净了 澄清了 念佛这个佛号 也就好像清水珠 放到水里 水也清了 念佛入于乱心 我们这个心本来都是乱糟糟的 妄想纷飞 不知有多少 不是这个妄想生出 就是那个妄想来了 这个儿走了 那个来了 那个儿走了 另一个又来了 妄想好像海里头的布浪一样 没有停息的时候 那么这个佛号入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你这个乱心也就变成佛心了 因为你念一声佛 你心里就有一个佛 你念十声 就有十个佛 念百声 千声 万声 念得越多 这佛就越多 你念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就有一个佛念 你念佛 佛也念你 也就好像无限电 你这一念阿弥陀佛 那无限电就被收音机收去了 有一种感应道教 由这两句话看来 我们念佛人种的功德 真是不可思议 你再念佛 就不打其他的妄想 不打其他的妄想 这就是你自性的功德 我们下期见了